自己的校庆自己办光复商工今天起一连两天举行创校21周年的校庆 这次首度由学生会来规划办理班级趣味竞赛 其中特别以全球最夯的韩剧 《鱿鱼游戏》为本改良出123木头人竞赛的游戏 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 全球爆红的鱿鱼游戏123木头人在光复商工的体育馆内激烈登场 1月一停厂商学生们也跟着后驻不动 为了能够在时间内抵达终点而不配淘汰扣分 有班级学生还滑蕾压线得分全场海报 紧急状况 是吗?不过是太怕 还好 玩这个游戏游戏会压力很大 不会啊 那那个完美滑蕾你给你 100分 光复商工今天请一连两天举行创校21周年庆系列活动 这一次首度由学生会来负责规划办理这一场班级区位竞赛 其中也特别颁出了全球最夯的韩剧 《鱿鱼游戏》为本 进行改良版的123木头人竞赛游戏 学生们全员投入使得竞赛过程精彩刺激 其实蛮困难的 因为我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接过这么大型的一个学生的活动 现在觉得 看到大家那么认真努力 其实心里很开心 总场地布置 游戏规则的说明 道具的准备 人力裁判等等的工作 全权由学生会自治办理 学校师长从旁陪伴鼓励 不到任的校长李秋贤 看见学生实践独立自治 承担责任的成果也十分肯定 今年我们的运动会 除了跑步之外 或是田径场的运动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学生自治会 他们自主性的发挥学生的自治专长 然后带领我们的学生 做一些趣味竞赛 学生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体验到了 在竞赛中 不只是超越自己 超越别人 然后有一些成就感 然后有些收获 光复商工21岁了 除了是学科的教育 校长李秋贤 更是关注学生独立人格的养成 透过了这一次的校庆 打开学生 学习自治的大门 展现光复商工独特的教育特色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